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脆皮打工人 我花了三个月才发现 在工作中找寻意义 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 早 我今天有一个八点钟的会 但不是我这个team的 是我做的一个newsletter 让大部分和我一起做的人是在英国的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就只有这个点能work 真的还好我看了一点日历 否则我又忘记了这个会 开完了 开完了 现在迅速做个早饭 朋友们我刚刚得知 可能这周又得周二周三周四 一起在office co-locate了 没有上次那么难过了 并且我觉得有一些去office的理由 类似于去完office之后可以去fitness sf举重 but still就是 我不想离开我温暖的家 我要做一个chocolate加咖啡tasting 因为我那天不是觉得巧克力真的可以一个咖啡一样 就是有各种notes嘛 然后这个巧克力它是fruit caramel nut and spice 然后我今天泡的这个咖啡 我觉得哈 还有cacao和ripe apricot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搭配这个巧克力 我们来试一试 哇 这个搭配好棒啊 就配上这个咖啡就能够特别带出它里面的咸骨 哈利鸡 again 剩饭 剩菜 and 咖哩鸡 马上就有一个还挺重要的client call 然后我现在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I can do this it's not gonna be hard I just need to communicate 这周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周四有一个我这个workstream的steer code的deep dive 所以说我就要负责做这个PPT 并且和客户沟通 但我觉得it's gonna be a fun challenge and I believe in myself 铁子们 我正躺在我们家的这个沙发上面 把蓝摔着抖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有特别多task要做 但是我就是超级stressed 所以我就开始procrastinate and I'm also trying to train myself to摒弃一些灵活一的思维 不是说今天我不去gym 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I'm still me 在沙发上摆烂了一个小时后 我的妈妈做了美味的晚饭 这个牛肉丸 在摆烂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我相信我自己 差不多加完班了 没有想到其实还挺快的就做完了 嗨朋友们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我都没有怎么vlog 因为我又因为工作压力 情绪性进食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 但早上起来我就听了 fit for life 他们的一期讲和食物关系的 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是寻找一些 camaraderie 就是原来有那么多和我有类似问题的人 另外一方面就是寻找一些解药 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是给了我一些 挺有意思的想法 不要给自己立什么人设 这次于我就算情绪性进食了 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 或者是我打破了原来所谓的自律人士 因为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自律人士 要摒弃一些零和一的思维 多一些心理上的弹性吧 最近我们又在纠结之前我说过我们那个partner没搞懂的数学题了 然后我现在终于发现了这个数学题最大的bug在于 用两种方法来计算同一个数值 但是他们原本客户给我们的计算方法里面两种同时用到 所以它就有一个overlai 但是呢 这两种方法又是各有各的数据 所以这个partner就想让我们选其中一种方法 但如果你选了其中一种你就无法和原来那个客户给的结果相吻合 做菜速度创新记录15分钟做完 这个是昨天的剩饭和剩的咖喱鸡 然后煎了个三文鱼 还有一些炒菜 我觉得吃饭真的就是非常治愈我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工作中吃午饭的时间保护的很好 就比如说我知道我一点钟有一个会 然后我可能要提前准备 所以我就得提前开始吃饭 然后rewind一下 然后再开始准备那个会 我的老天鹅 我觉得这个workstream的人就是 every time we have a meeting I can sense that they have so much pushback nobody wants to work on this and they're all trying to push this off and it's so frustrating 我要想一个不是情绪性进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坏情绪 大无语事件一直在准备的这个steer code突然被取消了 就感觉真的好disorganized 我回来喽 天呐我觉得举重真的好治愈啊 就是我举重了一下我一天的坏心情全都烟消云散了 举重可能是我意义感最大的来源之一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不断的突破体系 今天要测PR 嗯还是有点紧张了 尝试PR42 但是止步40 OK纠正一下我被 Fillmore的这个LB的PR给整蒙逼了 PR是60LB 也就是27公斤 那27公斤加上15公斤的杆就是42公斤 OK所以我吃掉了42公斤 我想冲的应该是43公斤但是没有冲上 健身也很好地调和了我和食物之间的关系 真是幸福啊 四位我这是开会的 15分钟炒饭吃吃吃吃 我工作完全都没有我Trip Planning认真 因为刚才就是非常聚精会神的订完了我们在巴黎的火车票和Airbnb 然后现在做的咖啡 今天再试一款新的Onyx 哇 我觉得这个豆子是这个Kenya Getchantini AA 然后它的氛围是Grapefruit Plum Sugarcane and Juicy 我觉得这一杯酸和甜皮可能还要挺好的 爽歪歪刚才我想要极限挑战一下 我就想10分钟之内做出一锅饭 然后呢就一边开会一边吃 没有想到这个会取消了 但是我再过20分钟还有一个会 so like还是要快点吃 做了这个牛肉白菜炒饭 作为一个ENFJ 理解和掌握自己的情绪也能给我带来意义感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摸鱼 订了一下我们去法国的火车票 然后我才刚刚发现飞机比火车要便宜的多的多 但是那个火车票它就一整个non-refundable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生气 就觉得我陷入了一个深深的精神内耗 所以我现在打算先出去走走 消解一下这个精神内耗再回来继续工作 为什么我容易对这种这么小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很负面的情绪 不值得因为赚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但是我现在就是花了一点钱就拒不开心 我之前买了那个伦敦去巴黎的火车票 然后我想跟他们argue说能不能退票 已经用上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理由 他们都说不能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得用一个比较贵的票去巴黎 但基本上是不错 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学会 process一些其实很小的坏情绪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快吃饭 还有20分钟就要开下一个meeting 然后我刚才把中饭做好真的会泄 做了这个牛肉面还有虾 OK差不多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然后今天晚上有一个BA event 算是我帮忙组织的 但是我其实没出多少力 但我还是要过去一下当下气氛组 所以说我打算先去transbane那边健身 健身完了直接就去event的地方 本来想说要不要带衣服换 但是想想反正也是一个casual event I'll just wear my gym clothes 刚刚见完师 刚从健身房出来突然之间 我的EM刷给我发布了一条消息 然后我就战战兢兢的快速回复 我就要跟他说清楚我的gym时间 同天也是就是他在我在gym的时候 突然也有我打电话 然后我根本没有接到 我觉得很内疚 希望这个event比较好玩 哦从活动现场速速离开了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吵太吵 然后我就得扯着嗓子和人说话 我觉得这是以后办活动的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不能选那种特别吵的地方 周六 今天又是要去举重的一天 穿Alpha Leach新买的这条leggings 好喜欢感觉Alpha Leach不仅是短裤长裤也做得很好看 刚刚练完 然后现在我去蹭夜加号的一个brunch局 原本 哦反正原本我没有被邀请 但是我就厚着脸皮说我能不能去 到地儿啦 你要和我的blog打招呼吗 加号点了这个 我还在哭等待我的菜 我点了一个salmon curry bowl 我们来把它给 交上去 刚刚吃完brunch现在回家 但是这个Yerba Buena 这个art district有好多有意思的art 像这个一样的 然后还有这个 是一个长长的东西 这个地铁站里的art也好有意思 刚洗了个澡又到了我的城市探索时间 关了这样一身 当然又是没有想好要去哪儿 先出门再说吧 这是Thompson's Madwey抹茶 他们的抹茶挺好的 没有外加糖 然后我没有想好要去哪里走来走去 所以我就打算一直往南走走到黑心 今天做了照烧鸡 然后加了一个蛋 想做青子冬 但这个蛋略微有点难看 然后还做了一个海鲜菇 鸡蛋汤周日 早早出门练腿 今天就是特别早就得去健身 因为我们去那个举重的地方 要12点钟和Yerba見面 然后我们一起过去 刚洗完澡又出门咯 现在要去和叶家号会合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那个举重比赛 但在这之前我先去pick up一下 我们的中饭sandwiches 拿到了我们的宝密 我先到了在这个South Forest Transit Center 缓缓等待一下叶家号 其实这个Transit Center做的还挺好看的 就是花花绿绿的还挺好看 很有未来感 回叶家号meet up了 我们在这边等巴士 然后他打算尝一尝这个鲍蜜 这家你吃过吗以前 嗯no 我在ASCRO买过鲍蜜还是挺好吃 我觉得超好吃这一家 我很爱 就是它馅料很多 然后调味也很好 我把它撕掉吗 可以啊 它另外还有一个口味 是那个猪肉也很好吃 我们的巴士还要过 几几分钟才到了 那我之前您吃了一个炸汁汉堡 你真的吃很多哎 胃口很大 坐上巴士 还是第一次做这种巴士 感觉还挺方便的 我们到了先付个门票 但是这里面是这样子 然后Jocelyn在那边等待比赛 激动激动 刚刚没有讲到 就是突然开始 然后赶忙拿出手机来拍 在前面的是叶佳浩曾经的教练 一个老 超级老但超级厉害的男的 我被你进入了一个60为开发的鲤鱼 我们两个都非常impressed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碰过的蓝片 我刚刚决定呢 我的一个举重天菜要上场了 好好看 一上最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还在这上吐头 我头 我真的要吐了 然后车路跟要车来的路上 我们前面坐的一个光头男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用中文 给也然后吐槽了一下 那个男的的光头什么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种中文两天 然后我们到地儿之后 我说我们要和他们搭个善 他们是不是也去Marxist Germany 他说算了 我说OK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男的 他是一个UCLA的ECOM PHD 找到这个人的linkedin 我发现他要在这个青岛技术学院 和山东日照技术学院卧书 然后发现他有一个 汉语等级水平考试 他是六级 刚刚那个介绍的人说 他是Fluenched in Chinese 我就一整个尬住 太尬了 我觉得其实怎么样 刚刚才我最干的是我 看他有头的问题 最近还听到一个说法是 只要你有一定的intensity和 持续性来训练 你就会称作为athlete 哦尊独假独 那我们也是athlete了 哈哈哈哈 我们刚看完比赛 然后心潮非常的澎湃 就是我们意识到了 就是比赛这个事情很motivating 然后这个sport就是真的很 很exciting 然后我们要努力 就我们也要成为 我会有很多新的感悟 对的 然后又要写一对朋友圈 是的 很多人生感悟 以后我也要成为站在台上的那个人 outage在紧张刺激的赶 Caltrain 我成功了 赶上了 现在我们要一起去 Jerome的Birthday Party 吃个香蕉 太饿了 we are here 我们在这儿吃晚饭 铁铁铁首 我们真太准时了 我真怀疑我们是第一个来的